我表哥当然也是 两个都是罪 谁是第一 你笨蛋 父亲是过去 表哥是将来 你父亲平时都会和你做什么 小六没有父亲 他好奇父女之间是如何相处 阿念还没来得及回答 相柳回来了 相柳从半空月下 戴着银白的面具 白衣白发 仙尘不染 犹如一片雪花 悠然飘落 美得没有一丝烟火气息 面具人上前低声奏抱 相柳听完 吩咐了几句 他们带着海棠 离开了 阿念一直好奇地盯着戴着面具的相柳 竟然看得呆呆愣愣 都忘记了生气 小六低声掉下 想知道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子吗 可绝不比你表哥差哦 阿念脸上飞起红下 嘴硬地说 谁稀罕看 说完 立即闭上了眼睛 表明你们都是卑鄙无耻的坏人 我不屑看 也不屑和你们说话 像柳盘腿坐在了几丈外的树下 闭目养神 小六走过去 你还好吗 要不要疗伤 你应该知道我疗伤时的样子 等事情结束 等轩把药送给你的手下 我带阿念回去 你自己找地方疗伤 香柳睁开了眼睛 你知道轩的真正身份吗 小六摇头 他身上的市井气太重了 不像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嫡妻子弟 但又非常有势力 这可需要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 不是世家大族很难做到 香柳微笑 我倒是约略猜到几分 是谁 我要再验证一下 哦 如果真是我猜测的那个人 你恐怕要凶多吉少了 为什么 听闻那人非常护胆 最憎恨他人伤害自己的亲人 你绑了他妹妹 犯了他的大忌 他肯定要杀你 这次是我拖累了你 在我除掉他之前 你跟在我身边吧 你不信我的话吗 信 杀人魔头都认为我有危险 肯定是有危险 不过 你觉得我是躲在别人背后 等风暴过去的人吗 向刘挑眉而笑 随便你 不过 他轻轻地掐了掐小六的脖子 别真的死了 毛球幻化的白鸟落下 对向刘鸣叫 香刘俯了他的头一下 对小六说 已经收到药材 安全撤离了 小六站起 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我送人回去 就此别过 山高水长 后会有期 如果无期 你也别惦记 向刘带笑 我惦记的是你的血 不是你的人 小六哈哈大笑 解开阿念脚上的腰牛筋 拐着阿念 在阿念的怒骂声中扬长而去 小六边走边琢磨该怎么应付 轩 仔细地 从头到尾地回忆了一遍 从认识轩到现在的所有细节 他发现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这人戴着一张彻头彻尾的面具 别人的面具能看出是面具 可他的面具就好像已经藏在了身上 浑然一体 天衣无缝 老木 胡胡高 麻子 串子都喜欢他 觉得和他很亲近 能聊到一起去 春桃和桑田也喜欢他 觉得他模样俊俏 风趣大方 小六扪心自问 不得不承认 他也蛮喜欢轩 聪明圆滑 凡事给人留三分余地 可实际上 轩的性格 喜好 形式方式 小六完全看不出来 唯一知道的弱点大概就是很互端 不管妹妹做了什么 都希望别人让着他妹妹 硬刻自己弯腰 也不让妹妹道歉 小六越想越颓然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到底经历过什么 还能有这么变态的性格 小六对阿念说 我好像真的有点怕你表格了 阿念骄傲地撇嘴 现在知道 晚了 小六笑眯眯地盯着阿念 阿念觉得脚底下腾起了寒意 你 你想干什么 小六把阿念摁坐到地上 在身上东摩西抓 拿出一堆药丸 药粉 仔细挑选了一番 掐着阿念的嘴 把三个药丸 一小包药粉 灌进了阿念嘴里 阿念不肯吃 小六一打一拍子一戳 阿念不得不吞了下去 你 你 你给我喂的什么 小六笑眯眯地说 不要 你身上带着B毒的珠子 我不相信你内脏中也带着B毒珠 小六又拔下阿念头上的簪子 炸了点药粉 在阿念的手腕上扎了两下 阿念的眼泪滚了下来 他一辈子没见过小六这样无赖无耻的人 小六自言自语 我不相信你血液里也会带B毒珠子 小六想了想 用簪子又炸了点别的药粉 居然去摸阿念的背 保险起见 再下一种毒药 你的灵力是水灵属性的兵器 对吧 这次我得找个刁钻的穴位 小六的手左掐下 又捏捏 从阿念的肩头一直摸到了腰 阿念毕竟是个少女 从没有被男人这么摸过 从出生到现在 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 他哭泣着躲闪 我会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小六不为所动 在阿念的背上找了几个穴位 用簪子轻轻地扎了一下 并不很疼 可阿念只觉痛不一声 如果可以 他真想不仅仅剁去小六的手 还要剥掉自己背上的皮 小六为阿念插好簪子 整理好一群 走吧 你表哥要我死 我就拉你一块死 阿念抽抽耶耶地哭泣 一动也不肯动 小六伸出手 在他眼前晃晃 难道你还想让我在你胸上找穴位 阿念我的一声 放声大哭起来 一边哭 一边跌跌撞撞地跟着小六走 小六听着他的大哭声 认真反思 我是不是真的太邪恶了 把小姑娘欺负成这样 没等他反思出结果 一群人飞纵而来 顶头的是轩 表哥 阿念一头扎进了轩的怀中 嚎啕大哭 小六被一群蒙面人围在了正中间 轩并不着急离小六 而是轻拍着阿念的背 柔声安慰着阿念 阿念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脸都胀得通红 按赏后 阿念的哭声才小了 抽抽打打的低声回答着轩的问话 说到小六给他下毒时 轩问他小六究竟扎了他哪里 阿念的哭声又大了起来 不肯回答轩的问题 虽然阿念一句话没说 可他的哭声已经说明了一切 轩眼神锋利 叮向小六 小六抚摸了一下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努力保持着一个很有风度的笑容 轩下令 把他关好 留着他的命 轩带着阿念离开 蒙面人打晕小六 也带着小六离开了 小六醒来时 发现自己置身于密室 没有任何自然光 只石壁上点着两盏油灯 小六估摸着在地下 很保密 也很格声 是个十分适合实施酷刑逼问的地方 两个蒙面人走了进来 小六想叫 却发不出声音 高个子说 主上说留着他的命 矮个子说 意思就是我们要好好招呼他 只要不死就行 高个子说 从哪里开始 矮个子说 守吧 让他不能再给人下毒 两人拿出了刑具 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头盒子 像个小棺材 袋子像是枷锁 可从中间打盖 合拢后 上面有两个手腕粗细的圆洞 高个子拿出一盒臭气熏天的油膏 仔细地给小六的手上 抹了薄薄一层油膏 把他的双手放入石头盒子里 石头小棺材的下面 是一层油腻腻的黑土 被油膏的气味刺激 踏那间钻出了好多像去一样的虫子 向着小六的手奋力地蠕动过去 矮个子把盖子左右合拢 严严实实地照上 又拿出个木头筛子 掐着小六的嘴巴 把筛子塞进嘴里 用不调仔细封好 高个子说 盒子里养的是湿区 他们喜欢吃死人肉 矮个子说 给你手上抹的油膏 是提炼的食用 让他们明白你的手可以吃 高个子说 他们会一点点钻进你的肉里 一点点地吃掉你手上的肉 矮个子说 他们的速度不会太快 恰好能让你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被啃噬的感觉 高个子说 食指连心 啃骨是肉 患痛钻心 有人甚至会企图 用嘴咬断自己的手腕 结束那种痛苦 矮个子说 所以 我们必须堵住你的嘴 高个子说 五日后 当盖子打开 你会看到两只只剩下骨头 干净地像白玉石一般的手 矮个子说 我们应该灭掉油灯 高个子说 很对 黑暗中 他的感觉会更清晰 而且黑暗会让时间延长 痛苦也就加倍了 矮个子说 上次 我们这么做时 那个人疯掉了 高个子说 希望你不会疯 高个子和矮个子灭了油灯 提着灯笼走了出去 当最后的光消失时 虽然一团漆黑 小六依旧努力地睁大眼睛 因为他知道那两人说的都很正确 唯一不让自己发疯的方法 就是不能闭上眼睛 小六感觉到了指尖的痛处 好似有蛆虫钻进身体 一点点啃噬着心肩 小六开始在心里和自己说话 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痛苦的黑暗中 浮现在脑海中的画面 却明媚绚烂 火红的凤凰花开满枝头 秋千架就搭在凤凰树下 他喜欢荡秋千 哥哥喜欢练功 他总喜欢逗他 哥哥 哥哥 我荡得好高 哥哥一动不动 好像什么都听不到 可当他真不小心跌下去时 哥哥总会及时接住他 一律的桑林里 他喜欢捉迷藏 躺在树上 看着哥哥走来走去找他 等他不提房间 跳到他背上 哈哈大笑 耍赖不肯走 让哥哥背着回去 娘看了叹气摇头 外婆却说 我和你小时候一样呢 以为在外婆身边 和哥哥用叶饼拔合 谁输了就刮谁的鼻头 他每次都会重重地刮哥哥 轮到自己输了 却轻声哀求 哥哥 轻点哦 哥哥总是会恶狠狠地抬起手 坐下时 却变得轻柔 红衣叔叔把斩断的白狐狸尾巴送给他玩 哥哥也喜欢 他却只允许他玩一小会儿 每次玩都要有交换 哥哥必须去帮他偷兵肾子 有一次吃多了 拉肚子 给娘狠狠训斥了一顿 他觉得委屈 和哥哥说 你学会做兵肾子吧 学会了 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要娘和外婆管 哥哥答应了 也学会了 却不肯给他做 只说 等你将来长大了 吃了不肚子疼时 再给你做 外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娘整夜守着外婆 悟不上她和哥哥 他们说舅舅和舅娘死了 外婆也要死了 他害怕 晚上偷偷钻进哥哥的被窝 他轻声问 什么是死亡 哥哥回答 死亡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也不能说话了 不能 就像你再也见不到你爹娘了 外婆是要死了吗 哥哥紧紧地抱着他 眼泪落在他的脸上 他用力回抱着他 我永远不死 我会永远和你说话 我说